大家好,欢迎来到郑宝科技网校 我们今天来学习第三节 关于民事诉讼的参加人 那民事诉讼参加人主要有哪些人呢 那肯定首先第一个人就是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谁是按照当事人呢 那么来看一下他概念 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他指的是因民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发生了争议 一呢,自己的民意进行诉讼 要求法院刑事民事的裁判的人以及相对人 那这就是民事诉讼当事人 当事人是为谁的适应去的 为自己的适应去的 你想谁是为自己适应去 原告被告 原告被告不就为自己适应去吗 所以这叫当事人 那有同老师 那我自己去不了怎么办 我可不可以找别人帮我去呢 可以,别人帮你去 那就叫什么人 代理人 所以我们后面还会学到一个关键词叫代理人 所以当事人记住是为自己的适应去的 代理人是别人帮你去 无论是当事人还是代理人都是我们诉讼的参加人 那么参加人呢 要比我们当事的概念要大 参加人不一定都是当事人 有的是为自己的适应去的 他叫当事人 如果呢,有的是为别人的适应去的 那可能是代理人 那再往下 我们要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我们要具有这两大能力 第一个叫诉讼的权力能力 还有一个叫什么能力呢 除了权能力 还有一个叫诉讼的行为能力 什么叫权力 什么叫行为能力 权力能力指的是你有没有这个资格 行为能力是你现在能不能去自己做这个事 比如我们前面说过 无民事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 完全民事 那行为能力是吗 那要看他的年龄 看他智力 权力能力不一样 是个资格 每个人都有签合同的资格 那每个人能不能自己签呢 比如说我们无民事的 他就不能签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他可以签与他的智力相当的合同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呢 可以正常的合同都能签 所以呢 行为能力 做一个自然人 是要慢慢长大才行的 具备一定的年龄 具备一定的智力才行 而这个权力能力呢 只是赋予了你的资格 所以大家会看到 什么叫诉讼的权力能力 是指呢 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 你的法律资格 就你有没有资格当原告 有没有资格当被告 那我们每一个人呢 应该说从出生 就应该有资格了 自然人 他的权力能力 他的这个权力能力 是从他出生就有了 一直到他死亡 结束 没有说明资格这个问题 当原告被告的资格 只要我们活着 就有资格当原告被告 那一头猪 有没有资格当原告被告 不行 猪呢 他不是我们这个主体 他是我们法律关系的课题 所以一个自然人 从出生就有当原告被告资格 一直到死亡 但是不是自己都可以直接去 作为原告去参加诉讼呢 不一定 比如有的小孩 他要经过他的爸妈 作为代理人 甚至找个律师来帮他去代理 那这个时候他只有什么能力 只有权力能力 但他还没有行为能力 作为一个法人 一个组织呢 他不一样 法人组织 只要公司一旦成立 成立那天 他就有资格什么 做原告被告 一直到这个公司解散撤销 而且他不仅是 从成立有这个资格 而且他可不可以直接自己去干 也可以 说明他不仅这个时候 有权力能力 他也有什么能力 也有行为能力 说明这个法人 其他组织 他的权力和行为能力 是一致的 但自然人呢 要留一个他长大的时间 所以下面讲到 诉讼的行为能力的时候 就讲到这个问题 所谓的行为能力 是以自己的行为 去行使诉讼权力 履行诉讼义务 也就亲自进行 诉讼活动的能力 那是不是每个人 都可以亲自 自己进行诉讼活动呢 不是的 自然人 他是始于什么 成年 终于呢 死亡 或者宣告无行为能力 是吧 从他长大之后 他再有 他再有这个能力去干嘛 他有这个能力去 自己去 当原告被告 他又自己去行使这个权力 一直呢 到他死亡 或者到宣告为 无名的行为能力 到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个 行为能力就结束了 自然人 他的权力能力 和行为能力 他的时间呢 不一致 未成年人 精神病人 他有诉讼的权力能力 但是呢 没有行为能力 要由他的代理人 去带去诉讼 也就是他的爸妈呢 带他去打官司 而一个法人 一个组织不一样 他的行为能力 也是始予成立 也就是出生了一个 到什么时候结束 到解散撤销 结束 说明从生到死 说明法人 其他组织 他的权力 和行为能力 是一致的 法人的诉讼行为能力 一般是通过 法定代表人的诉讼行为 来实现的 说明一个公司 去告别人 谁去告 由法定代表人 去代表公司去告 其他的一些组织 其他组织 比如说合伙企业 个人独自企业 他们一般没有 法定代表人 因为他不是个法人 那他的诉讼行为能力 一般通过 他的主要负责人 他的诉讼行为 来代表实现 那就说明一个公司 让法定代表人 代表行使行为能力 而一个合伙企业 个人独自企业 让他的主要负责人 代表行使 而且是始予成立 终于解散和撤销 大家通过这两个PPT 应该看清了 一个叫权力能力 一个叫什么能力 行为能力 那么下面来看 19年个单选期 下列有关民事诉讼 当事人的说法中 正确是 爱说 虽然依法设立 但没有领取营业执照的 法人分支机构 比如分公司 办事处 该分支机构的负责人 就是当事人 不是的 总分公司算几家 算一家 既然算一家 他连个营业执照都没有 就是个办事处 那如果告的时候 谁来当这个当事人 应该是他背后的法人 也就是他背后的公司 这个分支机构 是没有资格当 这个诉讼的当事人的 B呢 一未成年为被告诉讼的 未成年的法定代理人 他是当事人 不是 法定代理人 他是代理人 他不是当事人 当事人是为自己的事情 他要当事人 所以未成年人是当事人 只不过他的爸妈 算是他的代理人 所以呢 当事人应当具有 民事诉讼的权力能力 是不是 当事人应该具备 当原告被告的资格 你说你都没有资格 当原告被告 那怎么能够成为 诉讼的当事人呢 是吧 那首先我们要是个人 而且呢 是跟我们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这个案子呢 我们就有可能作为当事人出现 第一代项 依吴明氏行为能力人 为被告写错的 吴明氏 比如说一个小于八岁的孩子 那吴明氏行为能力人 他的监护人是当事人 他的爸妈是不是当事人 他的爸妈最多是个代理人 这个孩子 他自己是当事人 孩子当事人 他的爸妈只是个代理人 所以经常呢 把代理人和当事人呢 不要混一谈 当事人是为自己的兴趣的 代理人是别人帮别人去了 为别人的事情去 所以像这种分支机构 没有领业执照 应该是吧 应该他自己是没有 没有这个当事人的资格 只有他背后的法人 作为当事人 而剩下几个都是一个问题 像代理人呀 监护人呀 法律人代理人 他都只是代理人 不是诉讼的当事 第二个考点叫共同诉讼 什么叫共同诉讼 共同诉讼这个案子呢 涉及到人比较多 可能他们呢 作为一个共同远告 或者共同被告 说明有一方人数多 一类是必要共同诉讼 还有一类是普通共同诉讼 那必要共同诉讼 就是大家必须在一个案子中审 不能分成多个案子 普通共同诉讼呢 我们可以在一个案子中合并审 也可以呢 分开各审各的 那首先从当事人的人数来说 是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 至少为两人以上 人数比较多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两个一起打了他一顿 他来告我们两个 这就是共同诉讼 那这种共同诉讼算什么共同诉讼呢 是必要的共同诉讼 比如说共同的侵权 我们两个一起把他暴打一顿 谁打的 我俩打的 到底我打了几下 他打几下 不知道 当时就很生气 我俩都不断在打 是吧 打了多少下 不知道 那这个时候 我俩打了别人 人家要告我们 我俩就是共同的被告 那这个时候 共同的 说明诉讼标题是一个 是因为我俩一起实施了 这一个侵权 然后呢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俩就是共同被告 而且必须要在一块审 叫必要共同诉讼 不能分成两个案子 而第二类普通共同诉讼 不一样 普通共同诉讼呢 他首先他的诉讼的标题 是同一类的 只是同一类 说明他的诉讼标题 有多个 比如说有一个小区 90多户的业主 去诉纳物业公司 都说物业公司 这个做的不好 那做的不好 我们一起去告 那可以 我们各告各的行不行 也可以 所以这就叫普通共同诉讼 我们有多家去告一个物业公司 那我们可以自己告 也可以一起去告 而这个我们俩一起去打他 这个侵权事情 必须放在一块告 另外是否可分 那必要共同诉讼是不可分的 必须合并审理 而普通共同诉讼呢 可以分 不一定要合并审理 你们可以在一块审 也可以不在一块审 另外还有个裁判的问题 必须呢 同一裁判 说明最终呢 要下一个判决数 而这个呢 可以分别裁判 说明每家每户的情况不一样 可以各判各的 一个是什么 同一裁判 一个是可以分别裁判 这就是必要和普通共同诉讼 它的区别 从这个人数上面 大家是一样的 都是因为一方或者双方呢 有两人上这条共同的 而诉讼的标题 是否可以分该审 最后裁判算几个裁判 这个明显不一样 我们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更加清晰的认识 什么叫必要共同诉讼 什么叫普通共同诉讼 那么再往下 还继续来进行区分 诉讼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必要共同诉讼 有什么要求 共同诉讼人 必须是一同起诉 一同应诉 我们两个什么 一起去打了他 他来告我们两个 我们俩要一起去应诉 彼此之间是一种连带关系 说明也就有的什么 到时候可能是 要求判决我们赔他多少钱 有可能我们是一种连带赞 其中呢 一人的行为 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 对其他共同诉讼人 是发生效率的 但是普通共同诉讼不一样 他们之间没有 共同的权利和义务 那就其中一人的行为 对其他的共同诉讼人 是不生效的 那假如说 有一户说 我们认为呢 物业做的还不错 那其他人都不承认 那这个时候各按各的来 那就说明 一个人说的话 对其他人没有效率 而必要共同诉讼 一个人的承认 对其他人是有效的 管辖的法院 那必要共同诉讼 由于呢 它就是一个案子 就按照我们一般 前面的管辖 原告就被告 是吧 就到被告的法院 只有一个诉讼 那就按照规定的法院 来管就行了 按照我们前面 第二节说的这个管辖 而普通共同诉讼呢 它一般有可能会有几个案子 比如我们这几家 几乎我们都各去告 各个各的 全了好几个案子 那几个诉讼 必须是属于 同一个法院管 我们都去告我们物业公司 比如我们这几家呢 分别谁告谁的 那必须呢 按照法律规定 都属于一个法院管 而且呢 必须呢 是用于同一种类的诉讼程序 比如说都是民事纠纷 一个是跟物业是民事 另外跟物业不是民事 是打架 行政案子 行善子 那这个就不能放在一块审 所以他要求 必须属于同一个法院管 而且是同一种类的诉讼程序 他这个时候才能放在一块审 而这个呢 不存在分开 他就是一个诉讼 按照正常的规定管就行了 就是关于他的诉讼人之间什么关系 包括管辖的法院 下面必要共同诉讼的情况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 我们一起去侵权打他 是必要共同诉讼 以下这些都是我们法律明确规定 作为必要共同诉讼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劳务派遣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 造成谈伤害的 一呢 用工单位和派遣单位作为共同被告 劳务派遣我们就是劳务工 有的大公司他不想跟那个员工签 就找个劳务公司 让劳务公司跟员工签 派到这个单位去上班 那如果这个员工在工作时候 造成别人伤害 谁是被告 告的是单位 单位是谁 可以告派遣单位 还有谁 用工单位 他俩一起成为共同被告 第二类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 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 营业执照登记的是张三 而实际干活的是谁 实际平时经营的是李四 那这个时候如果别人和别人有纠纷 那这个公司和别人有纠纷 怎么办 那就以登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 你们两个作为共同诉讼人 可能是共同原告 也可能是共同被告 第三类是在诉讼中 未依法登记 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的 那就是权力合伙人作为共同诉讼人 个人合伙 没有领业执照 咱俩合伙做生意 我们俩合伙买了辆车 因为我们车在开车的过程中 撞伤了别人 那怎么办 别人来告我们 告谁 告咱们俩 咱俩是共同被告 那我们如果要告别人 我们就说共同原告 就是关于合伙做生意 你们是共同的诉讼人 第四类是企业法分立的 有分立前的 因为分立前的民事活动发展纠编 注意是分立前的 那以分立后的企业作为共同诉讼人 比如说A公司与B公司签个合同 合同还没有履行完 A公司分成了C公司D公司 那这时候有纠纷 那C公司D公司可以一起去告B 也可以B一起告他们 说明CD可以成为共同原告 也可能成为共同被告 这是关于企业分立 第五个是借用业务 借用业务介绍信 合同专用章盖了空白合同的书 还有一个是银行账户 出借单位和借用单位 共同作为诉讼人 怎么办 你把介绍信给别人 你把你的盖老印章的合同给别人 或者你把你的合同专用章给别人用 别人盖的是你的章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就出借章和介入章的单位 出借合同介入合同单位 你们要一起成为共同署论 所以你把你的账户给别人用 那如果出了问题 你们出借房介入房 要一起成为共同的原告 或者共同被告 这有五类情况了 老我派遣是用工和派遣单位 营业执照经者与实体经者不一致的 那就是登记经者与实体经者 还有就是我们合伙做生意 那就是咱们这些合伙人共同诉讼 那还有企业分立了 分立前的合同 咱们是分立后的企业共同诉讼 如果出借什么合同专用章 出借该印章的合同 那甚至借这个银行账户 那怎么办 出借人借人共同诉讼 这五个情况 就是必要共同诉讼 必须要合并在一起审论 还有第六类 第六类比较复杂 第六类讲是什么 是保证合同纠纷 因保证合同纠纷 提起诉讼的 债权人向保证人被保证 一并主张权力的 应当将保证人被保证 作为共同被告 那比如说假到银行去借钱 假到银行去借钱 假到银行去借钱 假如说借多少钱 借100万 他乙做的保证人 你做保证人 如果到时候假还不起银行钱 银行如果把假乙一起告 行不行 可以 他们是共同被告 另外保证合同 如果约定是一般保 我们前面说过一般保连带保的问题 一般保理论上 要先去告谁 要先告假 那保证合同约定是一般保的 债权人如果仅仅起诉保证人 那为什么只起诉保证人 那这个时候什么 只起诉保证人 其实法律上规定 一般保应该是先起诉谁 先起诉假 先起诉假 你才能起诉乙 因为是一般保吗 如果你这个时候直接去起诉乙 法院要通知被保证人 作为共同诉讼 那是什么银行如果只去起诉乙 要把假喊过来 你俩作为共同被告 那如果债权只起诉被保证人 那就是银行只起诉假 这个时候只列假作为被告 不需要列乙 因为乙是一般保证 所以考试要注意 这个情况下就比较特殊 看银行要起诉谁 你起诉的是保证人 那要把被保证人一起弄到法庭 作为共同被告 如果你只起诉我们被保证人 那就这个借款人 不需要最佳保证人 是关于这个比较特殊 第七个是无民事行为能力 限制民主行为能力 它造成了他的损害 一个孩子 跟别人打架 把别人打伤了 那无民事限制民事 这个行为能力人 和他的监护人 也就是他爸妈 作为共同被告 小孩把别人家孩子打伤了 那你家小孩和你父母 是共同被告 另外第八个 原告起诉被代理人和代理人 要求其承担联带责案 那双方一起付什么 双方一起作为共同被告 那就是代理人 我委托你帮我采购货物 然后你和供应商之间有纠纷 供应商可以把我们两个 一起作为共同被告 那就是代理人被代理人 可以作为共同被告金融法庭 第九个是 共有财产权受到谈侵害 比如说这辆车是咱俩共有的 给别人给砸坏了 那砸坏怎么办 部分共有人去起诉的 其他共有人作为共同诉讼人 那就说明咱俩一起的这辆车 咱俩共有的 结果被别人砸坏了 你去告我们去告 那法院要把我们作为共同的原告 是共同诉讼人 第十个是一挂靠形式 从事迷失活动 我没有这方面的资质 我挂在你名下 依你的名义接着活 那如果请求挂靠人和被挂靠人 依法去承担民事责任的 这个时候挂靠人被挂靠人 他俩要一起作为共同的原告和被告 共同诉讼 这又是四类情况 保证的时候 看法院怎么告 两人一起告是最好 如果在一般报里面 只告一般保证人 没不告被保人 他俩要一起去家到法庭 如果只告我们被保证人 没有告一般保证人 那这个时候 只需要把被保证人作为被告 第七个情况 是属于小孩把人打伤了 爸妈孩子一起是共同被告 第九个就是带领被带领 如果和别人有纠纷 你俩是共同的被告 还有就是共有财产 被别人请害了 或者请了别人东西 那你这个共有人作为共同诉讼 最后一个就是挂靠的问题 是挂靠人被挂靠人 关键几个词 谁可以作为共同的诉讼 那么这几类都叫必要的共同诉讼 必要的什么意思 我们前面说 必须并暗合在一起来进行审 不能分开 是必要的 我们希望详细列举了这十类情况 下面做一个单元题 下来关于普通的共同诉讼 特征的表述正确是 爱说其诉讼的标的是共同的 标的共同 那就不是普通了 那是必要的 B是两个以上应诉 两个以上应诉 相互之间是连带关系 这不是普通 这是必要的 C两人以上起诉 其相互之间有连带关系 这也是必要的 不是普通的 B其诉讼案件 适用于同一种类的程序 对 同一种类的 比如说都是民事诉讼 然后其诉讼的案件 必须属于同一个法院馆 是的 比如我们小区 这几个人去告物业 告物业 我们都是告到某一个区的 都是告到某个区的法院 而且案子都是于民事纠编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合并谁 这是普通的共同诉讼 而不是什么必要的共同诉讼 ABC这两个都是 必要共同诉讼的特征 答案选的是D和E 那我们下面来讲考点三 关于代表人诉讼 这个考点一颗星 说明考的不多 那什么叫代表人诉讼 比如我们在证券投资中 我去买股票 结果我们证券公司 包括一些其他一些大的股东 他损害了我们这些中小股东力 那我们可以什么 去一起去告这些证券公司 包括相关的一些损害咱们股东力的人 那我们去告的时候 我们大公司可能中小股东都有 甚至上千上万个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推出一些代表 让有人做我们代表去参加诉讼 这个时候就产了代表人诉讼 那么了解一下他概念 他只是当成一方人数众多 一般多少十个人以下 他们有共同的诉讼 可以呢 由当成去推选代表进行诉讼 比如刚刚老师举的例子 我们一些中小股东 为咱们的证券公司 包括一些大股东 损失了我们利益 我们可以一起去告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了共同诉讼 那我们来看他的效力 他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呢 对其代表的当成是生效的 那假说我们一共有500个股东 我们推举出呢几个代表 那代表呢 他的行为对咱们是有效力的 但是有这么几件事情 需要经过被代表人同意才行 比如说代为变更 放弃这个诉讼请求 我的请求变了 或者呢 承认对方当的诉讼请求 那这个要包括进行和解 都要经过被代表人同意才行 也说明一般的事情 你代表了 对我们被代表人是有效的 但是极限大事 变更放弃诉求 包括承认对方的诉求 包括和解 要经我们同意才行 下面一个是人数确定的 还是人数不确定的 比如我们这个公司 到底有多少个小股东愿意去告他 那如果是人数确定的 那我们有全体当上去推选 或者部分当上去推选 先推选出这个代表 那如果我们推选不出来怎么办 那在必要的共同诉讼中 那就只能是自己去参加 必要共同诉讼 大家必须做一个整体去参加诉讼的 那在普通的共同诉讼中 那你可以另行起诉 那大家推不出代表 那怎么办 各告各的 但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呢 那就只能自己参加 你没有代表 就只能自己参加了 这是人数确定的 那人数不确定呢 我们到底有多少小股东 他的利益受到侵害 人数呢 现在没法确定 那首先当审呢 去推选代表 那也是由你们推选代表 那当审如果推选不出来 那个时候该怎么办 可以呢 由法院提出人选 法院提出人选 然后呢 与当审协商 那协商不成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可以由法院呢 在起诉的当审中 去指定代表人 也说明 现在有哪几个人要出来告 那在你们这几个准备起诉人中 找出一个代表 或者推选几个代表 那代表人一般有几个人呢 我们可以推两到五个代表 大家想一想 如果这一大堆股东都去告 那法院呢 说我都占我法庭都占不下 所以呢 推两到五个 对代表人就行了 那代表人说 推我们几个当代表人可以 但是呢 我们也不专业 法庭有很多事情 我们也不懂 我们能不能再找两个律师呢 可以 每个代表呢 可以再委托一到两个诉讼代人 也说明我们呢 这些人可以先推选出代表 代表呢 再帮我们找一到两个律师 这个时候呢 代表我们去什么 去打官司 所以这里面有个词 一个叫代表人 一个叫代理人 代理人大家就想律师 是吧 我们推的代表可以带我们去告状 但如果呢 他自己不专业 他可以再每个人找一到两个律师 就我们推的叫诉讼代人 这叫代表人诉讼 就人数比较多 我们找几个代表过来 这是关于考点三 了解一下 第四个考点 关于民事的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是个两颗型 说明咱们考试还有有可能考的 那什么时候会遇到公益诉讼 我们来看主要是什么案子 像污染环境呀 资源的保护呀 还有食品药品的安全领域 侵害了什么 众多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这个呢 损害的是稍微公共利 你说环保 环境弄坏了 谁去告 这个时候我们都受到了影响 这位老百姓都受影响 那谁去告 没有这个原告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找个什么 找一个这个代表来帮我们去告 那这个是为了谁的 是为了公共利的 那一般谁来做我们的这个代表 为了公共利益告呢 原告一般可以由法律规定的一些机关 获得有关组织 在我们国家主要是谁呢 主要是我们检察院 检察院呢 代表我们提及公益诉讼 保护环境呀 资源保护呀 那甚至呢 消费者如果受到的什么 请害的比较多的 我们甚至消费者协会 消协代表咱们去告 这就是我们说的公益诉讼 他跟我们代表人还不一样 他是纯正的目的为了什么 为了公益 而且到底是谁受到侵害 这个侵害大小 有时候呢 其实很难去界定 他跟前面这个代表不一样 代表人是我们拿一些小股东 是吧 我们受到侵害是很明确的 虽然说我们人多 但是我们受到多大损害 我们甚至是确定的 但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环境动机 你说到底今天你吸了一口污染的空气 确实对你的影响 到底多大影响 不好接听 所以为了公共利 就是我们可以专门找国家规定的一些组织 规定的组织 我们刚才说过 一般是比如说检察院 或者是消费者协会 有些检察院 他给呢 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 那如果他们去为了公益诉讼去起诉 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跟一般的起诉相比 他的条件呢 要严格一些 首先明确的被告 那比如说为了公益诉讼 我们原告确定了 那谁是被告呢 比如说哪一个企业做了污染 我们去告这个企业 明确的被告 告谁 第二个呢 要具体的诉讼请求 我们要求这个企业干什么事 比如说温暖环境 我们可以要求什么 要求他把环境什么 进行修复 不能修复的 那就赔钱 或者开展替代修复 让他修 第三呢 是在有社会公共利益 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 比如说我们环境 已经受到破坏了 拍好照片 做好各种检测 说你看环境现在受到什么 污染了 这是有初步的证据 另外呢 属于呢 这个法院受理的民事诉讼范围 归呢 民事诉讼 另外呢 属于我这个法院管辖 那就证明这个案子是属于民事类的纠纷 而且呢 归我这个法院管 我们后面会学到原告就被告 是吧 我们还要有管辖的法院问题 这是关于受理的四个条件 我们跟后面普通的民事诉讼相比 它至少有一条 是我们普通民事诉讼是没有的 就是这条初步证据 公益诉讼要求要有初步证据 而普通的诉讼 我们到法院起诉的时候 没有这个要求 所以公益诉讼 它多了一条 这条要多加小心 管辖 谁来管呢 有侵权行为地 或者被告住所地的法院管 那比如说这个 有个企业 它污染了环境 那我们就到这个企业的所在地 我们去告它 或者是它在哪个地方 实施的污染 侵权行为地 这两个地呢 都可以去提起公益诉讼 另外共同原告 什么时候会遇到共同原告呢 法院呢 受理了公益诉讼案件后 依法呢 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的一些机关 或者是有关一些组织 可以在什么时候 可以在开临前 向法院呢 申请的参加诉讼 法院呢 准许参加诉讼的 那就列为共同原告 那假说有一个组织 去提起了公益诉讼 其他相关组织呢 说我们呢 也想参加进来 那这个时候 什么时候提 开临前 而且作为共同原告出现 下面民事诉讼 法院呢 受理这个公益诉讼案件后呢 不影响同意侵权行为的受害人 根据呢 民事送法提起了诉讼 那就意味着 如果啊 这个啊 企业 它污染了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 那检察院代表咱们提接公益诉讼 那如果呢 其中我是一个农户啊 他排到污水呢 把我家的庄稼给堵死了 那我做一个个体 我仍然可以去告他 是吧 你公益诉讼不影响我个人的告状啊 这句话就这个意思啊 那我们该个人告还可以这样告 这种关于公益诉讼 它的类型啊 原告是谁啊 而且呢 受理的条件跟普通的诉讼相比 它多了一个初步证据 管辖法院啊 两个地 因为什么时候可以申请作为共同被告啊 共同的原告 另外呢 还有就是民事诉讼 我个别提 不受影响 公益诉讼呢 主要就这么多 那么下面来看 还有问题 关于它的和解调解 当时呢 达成和解或者调解协议后 法院呢 应当将和解调解协议呢 要公告个30天 那毕竟是代表公共利益的 那这个时候呢 法院呢 要公告 你看我们这个跟这个企业 达成了调解协议啊 或者和解协议啊 让个企业呢 怎么整改啊 也接受呢 老百姓的监督啊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撤诉 能不能随便撤诉呢 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 在法庭辩论终结后 申请测诉的法院会争取 我们一般的诉讼 只要还没有判 没有法院还没有判之前 我们都是可以申请撤诉的 一般的符合条件 我们是可以撤诉的 我可以说我不告了 但是公益诉讼 它的要求比较严格 在法庭辩论中间后 那就不能再随便啊 这个申请撤诉了 那申请撤诉 法院就不予遵循 我们后面学民事诉讼会学到 那其中有一个环节 就叫法庭辩论环节 在这个环节一旦过了 就不允许再撤诉了 它的要求更严 另外重复起诉 它公益诉讼判决呢 发生效率后 其他依法具有原告资格的机关 和有关组织就同一侵权 再提起公益诉讼的 那法院一般就不受理了 除非那另有规定 那也说明公益诉讼 一般就这个事 只能提一次 告过了 类似的组织还在去告 法院一般就不受理了 但是呢 我们个体作为一个老百姓 我们受到侵害了 我们单独去起诉 可不可以 可以 说明单独起诉 谁告谁的 公益诉讼呢 一般只能告一次 不能再重复起诉了 那么下面呢 来做一个多选题 二年的多选题 根据呢 民事诉讼法律制度规定 下列属于民事公益诉讼的 说案范围的事 哪几个是公益诉讼 爱说生态环境 是不是 是的 B呢 资源保护 是的 消费者合法权益 所以资产权 不是污染环境 是的 跟环保有关的 或者消费者有关的 主要有这些 环保呀 资源 包括消费者权益 那哪几个都是跟公益诉讼有关的 ABC 老师说过 那谁可以代表我们提起公益诉讼 他说一般是人民检查院 在旅行之中 发现了破坏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 食品安全领域 侵害我们众多消费者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什么 提起呢 公益诉讼 这是答案选是ABC 再看 第五个考点 叫第三人诉讼 第三人呢 一颗星考虑也不多 第三人有两类第三人 一个叫有独立请求权 第三人 第二呢 是无独立请求权 第三 有独立请求权 无独立请求权 那什么叫有独立请求权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老师说你这只笔 我说是我的 你说是你的 咱两个呢 打官司 到法院打官司 我是原告 你的被告 结果我们俩正在打官司 旁边这个同学说 这只笔是他的 那这个人就叫第三人 是吧 而且他属于什么第三人 他有独立请求权的 是吧 因为他有自己的主张 我说是我的 你说是你的 他居然说他的 我是原告 你是被告 他就叫第三人 而且是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排列是无独立请求权的 这个人没有独立请求权 但这个案子跟他有关系 比如说老师说的笔 我说是我的 你说是你的 我去告你 我是原告 你的被告 但是我这个笔 现在正在借给第三人在用的 是吧 他正在使用这个笔 那这个时候 我是原告 你的被告 而他就是第三人 而且没有什么独立请求权 为什么 因为我借给他用 万一到时候法院判决了 这个笔什么 要还给你 那这个时候 我借给他这个事 那他就要把它还你 他现在就不能再用了 那跟他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但是他没有什么独立的请求权 这是关于无独立请求权 说明这个事情跟他有关 但是他没有自己独立的主张 这就是无独立请求权 那所以这两个分类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所谓的有独立请求权 是享有全部或者部分的独立请求权 至少在法庭上 他有自己的主张 无独立请求权 案件处理结果 与其他的 与其在法律上什么 有利害关系 说明他没有自己独立主张 但这个事跟他是有利害关系的 下面还有 那他的诉讼地位 那在告状时候 有原告有被告 那他在法庭 这个第三人作为什么人出现呢 他说 如果有独立请求权 就相当于原告 以本诉讼的原告被告 作为共同被告 你看 我说是我的笔 你说是你的 他说了他的 那他相当于是个原告 我俩呢 相当于是共同被告 他来告我们两个 说那个笔是他的 他就相当于是原告 在以本诉中的 本诉就是咱俩告了这个事 以本诉中的原告被告 所以共同被告 而无独立请求权呢 他既非原告 也非被告 他只能是参加到 当时的一方进行诉讼 他只能参加到一方 比如说我把这个笔呢 借给他用的 而且是免费借给他的 那这个时候 如果呢 要是判决 这个笔归你 这一支笔呢 归你 那这个时候 他就要什么 他就要把笔呢 还过去 那这个时候 他可以参加到我方 然后一起呢 跟你打官司 参加到一方进行诉讼 那诉讼的权利 有独立请求权 第三人 他享有原告的一些诉讼权利 但是有一个权 他没有 就是无权提出管辖权的意义 管辖权 我们前面说管辖 管辖指的是 这个案子到底归哪个法院管 那就说明 他没有权提出 向法院提 说这个案子呢 不归你法院管 也就是他没有权提这个意义 对法院管辖这个案子 到底能不能管 他没权提义 而其他的原告被 原告的权利 他都有权享有 只有这一条呢 他没有权享有 第二个问题 那就无独立请求权的 他说在一审呢 是无权提出管辖权 也无权放弃 变更诉求 或申请撤诉 因为呢 只是有利害关系 他没有自己独立主张 他没有权提这些 但如果法院判决 他承担民主责任 他享有呢 与当事人 同一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他可以进行和解 可以上诉 可以请求执行判决 如果呀 说判决出下来了 要求他承担义务 那他就有权什么 去享受一些诉讼权利和义务 比如说 这的笔 我说是我的 你说是你的 我借给他用的 最后呢 法院判决这个笔呢 是你的 那法院判决是你的 那判了之后 就同时要求 这个第三人 你要把笔赶紧还给他 那这个时候他有没有这个承担义务 要承担义务 本来他用的好好的 现在呢 要求他还给别人 那这个时候 如果他不他不服 他可以提出上诉 他也可以什么 甚至要求和对方进行和解 都是可以的 那也说明一般情况下 他没有权提这些 但一旦法院呢 判决他要承担责任了 那这个时候 他就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了 甚至可以和解 可以上诉 可以请求执行判决 那还有参加的方式 那这个告状的过程中 他是以什么方式参加进来呢 那有独立行政权呢 他是直接可以到法院起诉 我说是的 我的笔 你说你的笔 他说他的 他也可以直接写个起诉状 到法院呢 进行起诉 他可以直接写个起诉书 直接参加起诉 那无独立行政权不一样 他可以申请参加诉讼 或者法院通知他参加 说明虽然说 他申请参加也是主动的 但是他不能像原告一样 我写个起诉书 我去参加这个诉讼 不行 他说我申请参加 或者法院呢 通知我参加 但不能说我直接去起诉 因为他没有什么原告的身份 这就是有独立请求权 和无独立请求权 他的依据呀 他的诉讼地位呀 他享有什么权利呀 他如何参加到我们诉讼这个程序来 这是关于第三人 大概了解下 无独立和有独立请求权 那么再往下第六个考点 叫诉讼的代理人 代理人是个两星级的考点 那什么叫代理人 代理人我们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找个律师 律师就是我们的代理人 那代理人有什么特征呢 第一个诉讼代理人 他必须依被带的名义去进行诉讼 那也说明律师在法庭经常说 我的这个被带人 他是谁是谁 我代表他我要干什么事 他整个的诉讼过程中 他都在不断说他是谁的代理人 他要依被带人 他的名义干活 第二件事呢 诉讼的代理人有诉讼的行为能力 那肯定是 律师那律师至少有能力去参加这个诉讼 律师人家有律师资格证 人本来就很专业 而且年满18 精神也正常 那你能不能找一个小孩 做你的代理人呢 不行 那有的时候我找我的亲戚 我的近亲属 他是一个成年人 他精神也正常 而且呢 他这个懂法律 我让他帮我打官司 做我的代理人行不行 可以 说明代理人不一定都是律师 你可以找你的家人 只要他有诉讼的什么能力 行为能力 第三个 同一诉讼代理人 他只能代理一方 不得同时代理双方 那这个很明显 是吧 我既代理原告 我也代理被告 那我到底替谁说话呢 这利益是有冲突的 你只能代表一方 不能同时代表两方 另外要在代理的权限内做事 那我们如果找个律师 要不要给他授权 要给他授权 是吧 要在代理的权限内做事 我们后面会专门讲到授权的问题 最后呢 代理诉讼行为所产的后果 直接有谁 直接有被带承担 是吧 那有律师呢 在法庭啊 帮你进行搜集证据啊 帮你进行辩论呀 那这也说到后果 最终由你当事人承担 是吧 这是关于代理的几个特征 我一被带人去从事诉讼活动 另外我要有诉讼行为能力 我只能代表一方 另外呢 要在权限内去实施代理 另外最后呢 后果有被带承担 这是关于代理的几个特征 代理的种例呢 有法定代理 委托代理 法定代理 比如说基于侵权 基于监护权 比如说一个孩子 是吧 他的爸妈 就是他的法定代人 法律上规定 他爸妈可以替他上法庭 这叫法定代理 委托代理呢 比如说你找一个律师 你跟他签个委托协议 那这个时候律师呢 就是你的委托代理人 那么下面 什么人可以做我们 委托代理呢 那委托诉讼代理的范围 这些人我们都可以找他 将来替我们上法庭 哪几个 第一个律师 大家最喜欢找是律师 基层的法律服务工作 最是基层 基层哪算基层 比如县呀 或者乡镇呀 县呀 乡镇都属于基层 是吧 比如县里面有司法局 乡镇有司法所 司法局 司法所的一些 法律的一些援助里面 他也可以帮我们 这叫基层法律服务里面 还有呢 当时呢 尽情署 那就说明 如果呢 有人要告你 你可以让你的爸爸听上法庭 让你的配偶听上法庭 可不可以 可以 你可以找你的净清楚 或者呢 你找你的工作人员 谁去找工作人员 一个单位 比如我要告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呢 可以让他的工作人员 替他上法庭 可以 自然人找的是净清楚 当事人找的是工作人员 第三类是当事人所在的社区 单位以及有关社团推荐的公民 你的社区 比如说你有一个邻居 他懂法 你让社区呢 写个推荐信 邻居呢 可以带你上法庭 如果你有个同事 他懂法 你可以找你的单位 写个推荐信 那有关社团是谁 有关社团 比如说复联 我们在座女生 如果呢 你遇到困难了 你可以找复联帮忙 那复联呢 他可以帮你找个援助的律师 这叫有关社团推荐 那就是这几个人 可以做我们的代理人 另外当事人可以找几个代理人呢 他当事人 包括他的法定代理 一个孩子就是他父母 可以委托一到两个人 作为诉讼代理 诉讼代理 我们可以找几个 找一个律师 行 找两个呢 也行 有的呢 我找三个四个行不行 一般不行 不然法庭也做不下 一到两个就够了 那哪些人可以做我们的代理人 老师给你编个顺口留 律师的师 基层服务的服务 推荐的推 是吧 敬情数的亲 简称师父退亲 师父呢 不想结婚了 师父要退亲 要师父退亲 这几个可以做我们的诉讼代理 大家平时最喜欢找的是谁 是律师 但是律师有个爱好 他喜欢钱 大家有没有自行过律师 一般自行到你最感兴趣的区 感兴趣的时候 律师他就不说了 为什么 先到财务部把钱交了 交了我才记忆说 绝对不像我们在这同学 经常自行老师 老师把好多的知心话都告诉你了 是不是 那就这几个人 你去找他 他是什么 他是要收费的 尤其是律师 叫师父退亲 好 那我们知道了这个诉讼代理人 那么如果找了一个人 做我们的代理人 要不要给他一定的授权 要给他授权 那这个里面就分为一般授权 特别授权 如果你给这个人一般授权 他只能行使一些程序上的权利 比如说他帮你在法庭上辩论 帮你搜集一下证据 程序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想干这几件事情 必须要给他特别授权 哪几件事情要给特别授权 比如说代为承认放弃 变更诉求 代为和解 代为反诉和上诉 反诉什么意思 反诉就是反告 你告我 我还告你呢 这叫反诉 那就是承认放弃 变更诉求 包括和对方和解 包括反告对方 包括去上诉 这几个事情是小事大事 大事 大事必须有特别授权 平时呢 我们找律师 听他说张律师啊 我可就全权委托你了 如果只说全权委托 又没有说具体的授权 那只能算什么 只能算一般 不算特别 那就说明要说清楚 没说清楚 就算一般 下面还有 这个委托送代理权 什么时候消灭呢 就我找一个律师 做我的代理人 那什么时候 我们俩代理关系就没了呢 第一个是诉讼终结了 这个案子结束了 第二个呢 就是委托代理人 他死了 或者呢 丧失行为能力了 那委托代理呢 他干嘛 他死了 他傻了 那他死了 他傻了 那不行了 是吧 那这个人什么 这个人没法干活了 是吧 我找一个人做我的代理人 结果呢 他走路上呢 出车祸了 他死了 没人干活了 第三个是 委托代理呢 辞去了 或者解除了 辞阙什么意思 我这个律师 我主动辞掉了 我不干了 你太难凑了 我不愿意当你来代理人 可以 辞去了 还有一个就解除了 我感觉这个律师呢 做的我不满意 是吧 我准备不让他干了 是吧 可以 一个是主动辞掉了 一个是呢 我不让他干了 我解除了 委托了 就是诉讼终结啊 委托人 委托代理人是吧 死了 或者傻了 或者是代理这个事呢 辞去或者是解除了 如果要辞去解除委托 还有个要求 必须啊 当审必须书面告知法院 并且有法院呢 通知对方当审 保证呢 不发生辞去或解除效率 说明要想辞或者解除 必须干两件事情 书面通知法院 并且有法院通知当审 两个通知 告知法院法院通知当审 两件事都干了 这个辞去 这个解除 才能够成效 啊 就是关于委托代理 他的授权问题 包括什么时候呢 这个委托代理 他会消灭 下面呢 我们来做个题目 16年的单选期 下列关于民事诉讼 委托代理说法正确是 爱说委托诉讼代理权 啊 这个委托诉讼代理权 于委托代理人死亡 当时就消灭了 委托代理死了 那这个什么 这个时候没人干活了 那就消灭了 所以呢 A是对的 B呢 是解除呢 委托诉讼代理 自法院接到书面通知 就成效 好了吧 首先要告知法院 法院呢 还要通知对方 当时 这两件事都干了 才成效 只是告诉法院 还没有达到生效条件 C呢 未成年的父母 可以成为委托诉讼代理 错了吧 未成年送父母 只能成为什么人 只能成为 法定的诉讼代理 他说法律规定的 不是委托的 B呢 授权书上 写明 全权委托 意味着可以行使 代为承认 变更放弃诉讼 全权委托 没有说具体授权 只能算什么 只能算一般 不算特别 所以只有A这项表达正确 其他都错了 那就是这个代理人 代理人你都死了 那这个委托代理就结束了 所以A是对的 其他表达都错了 答案选是A 那我们关于民事诉讼参加人 我们就讲完了 民事诉讼这一节呢 他参加人 包括当事人 为自己是兴趣的 也包括代表人呀 包括公益诉讼呀 包括代理人呀 总体来说 这一节呢 每年考试呢 考的也不是很多 大家把老师讲的这些重点 把他了解 完全可以应付考试 本节呢 全部结束 谢谢观看